真的是很恐怖又恶心 端午廉假的第一天 系指康寧街是臭气冲天 就在169巷里的科学园区二骑 是委托的抽水肥公司 他抽了一整车的水肥之后 并没有按照正常的程序来清运 而是直接倒入了一旁 还没有完工的污水下水道 结果整个粪水是从人孔盖涌出来 蔓延了两三百公尺 经过的汽机车本来误以为是泥水 结果发现臭气冲天 但已经是来不及 而供水紧急的调动了水车 直到星期一第四天都持续的洒水消毒 那因为污水消水道这个管路还没有连接 才今天会把整个那个粪便 整个都往外流 指着画面中不断冒出来 看似泥水的其实是水肥 而且因为169巷这里是斜坡 所以就一路漫流到康宁街主干道 行进的汽机车是一台接一台 本来以为是黄泥巴水 但其实不是 不过已经来不及 车子底盘早就被喷得到处都是 车子开回社区地下停车场 味道更是让人受不了 Costco回来啊 发现 它那些169巷口啊 就在排放那个很臭的味道 我们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 很多人在那边经过我也很臭啊 臭去冲天 有个车子从那边经过到地下室啊 整个地下室都那个臭味啊 大马路你看车辆经过都压过去的话 它轮胎一样会有那个错误存在啊 车辆那个底盘啊 它的这个那个尿便啊 尿便的部分啊 那个就是底盘都会这样烙啊 都洗不清洗不干净啊 错误又很重啊 旅长第一时间也将这恐怖恶心的状况 都拍下纯正 站在路旁筹起冲天 也被溅得一整身 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事情发生 根据了解是环保公司抽了水肥之后 直接倒入没有完工的污水下水道 结果从上方一到 就全部从底下这里的人孔盖涌了出来 再顺着斜坡流到康林街上 处理的情况如何 22号上午议员抓临服务处也前往关心 那个水肥没有正常的管道去处理 他偷偷的这个排到污水下水道 才会造成这么泛滥 所以我们请相关大会要严格的去处理 这次请消防级社后帕斯首这边分级 分队长有支援派消防级来支援 以及水利级 还有清洁队环保级 因为我们这次为什么找那么单位 因为非常严重 大湖科学园区第二期 委托一家叫做大台环保公司 抽这个水肥 这家大台环保公司把水肥抽了以后 私自排到还没有完工的污水下水道去 那制造成这个粪水 全部一流到康林街169巷 还有旁边的路面 长达两三百公尺元 那凑气四亿 那我个人是强力要谴责这样的行为 非常不应该 系纸区长徐开宇强烈谴责不效业者的违法行为 而公所也在第一时间紧急调派水车 前往青里街道水沟 只是直到星期一第四天 味道都还是吻得到 我们现在把这个证据收集好以后 由我们新北市政府环保局 会研议相关的法规 予以最重最严厉的处罚 那另外呢 我们针对这个粪水溢流到路面的事情 那总共从19号开始 一直到今天第四天 那有要求消防局的水车 水利局的水车 还有我们环保局的水车 陆陆续续几乎是每天都进场去清理水沟跟路面 那尤其环保局也派这个消毒车 去现场消毒 它那个粪便连在那个轮胎里面 他们不晓得就开回去社区地下室 那个社区里面凑了半时 只有很多民众都要求赔偿 那我们请他们去洗完之后 一定要留这个花票 到时候我们在开一条位的时候 才有办法去请求 针对环保公司开罚 废区清理法300万元以下的罚还 还可能要移送法办 至于民众洗车单据 里长也提醒要保留 将持续的和业者协调赔偿事宜 就成惠林细致采访报道